七年前有一部电视剧《丑女无敌》火遍全国 扮演林无敌的李新如也因此被观众熟知 本来很有前途的 可是一次无情之举惹怒了张艺谋 从而遭到了演艺事业的灭顶之灾 那是张艺谋拍摄《精灵十三拆》的时候 李新如原定在里面演一个角色 已经进组开拍了 有一次一个记者前来探班 问李新如打听剧组拍戏的一些情况 新时的李新如顺着记者的引诱 就说了一点剧组拍摄的趣事和细节 这可炸了锅了 张艺谋导演视电影如生命 对电影的保密工作要求性极高 李新如的无信之师正好触犯了张艺谋的大忌 张艺谋一点情面不讲 将李新如从剧组开除 这对李新如的打击是巨大的 后来李新如又接了几部影视作品 始终没能大火 慢慢的也就过气了 2014年她就隐退嫁人了 之后再没拍过戏 李新如生了一对女儿 与老公甜蜜并幸福着 虽然现在不拍戏了 但平平淡淡的日子 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